找了你半天 原来藏在这里 小叶还想偷袭我是吧 轻松就给你拿捏住了 看一下 你的好伙伴在这里等你的 你这个家伙 你不下去还往身上爬 快下去玩 你们两个感情果然不一般 一见面就抱在一起 不要看他块头小 上来就把布丁的耳朵咬住了 不过我感觉你又危险了 我说你们咋每次都喜欢在这里玩的 上一次都掉下去好几次 学聪明了 他知道往里边跑 看来这是长教训 块头相差这么大 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你这个家伙 你别给他压扁了 别人把你当小伙伴 你却把别人当成玩具玩 还把人家压得身下 要不是这个小猫够皮实 我真怕你给他压坏的 这条被人遗忘的黑狗 看着他脸玩得那么开心 在猪圈里面都挤坏了 老朋友见面先打个招呼 以前还是叫小奶狗的时候 布丁也特别喜欢和他玩 这货出来了 老是喜欢往别人菜地里面跑 今天我就给你放个架 你可别再往别人菜地里面跑了 总算是有自由了 出来就和布丁封上了 你看他的块头 和布丁还要大 每顿他可吃的不少 简直就是个造分机 难怪送人都没有人愿意要他 这个小猫 又看到了一个新伙伴 主动地过去打招呼的 看样子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去了 这个不低 你可真是坏 仗着自己块头大 老是喜欢去压小猫 好在小猫是非常灵活的 玩不过他们 小猫就躲在油菜地里面去了 你这个家伙 脑毛病又犯了是吧 这才刚刚放出来 又跑到这菜地里面去了 你这才出来 再玩一会就把我油菜地当成草坪了 直接在上面打滚 我这几颗油菜又要造秧了 真后悔把你这家伙放出来 看来你还是适合待在猪圈里面 走吧 你们看一下这家伙破坏力有多强 打了个滚这么大一颗油菜 直接被他压蛋 太可惜了 一大片 你也只适合在这里面待着 我们没有想要的 您还是滚 你 判断